接下來現在有人要我們討論說 最衰的是誰端木正麗鼎還是戴麗玲呢 為什麼 因為陸陸續續啊 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受害人不斷的冒出 昨天麗鼎公司的負責人 跳出來說帶電人一千三百多萬 做KP木殼小物 而且說這個他父親現在身體不好 覺得很對不起 借錢卻沒能力還 而且他還公布了一段影片 我的天啊 他直接拍下柯文哲真的有收到陳情書的話 畫面 柯文哲會說回去馬上處理 但最後沒有處理 到底這個陳情書跑到哪去了 是不是跟那十七張單句一樣 最後變成說會處理變成沒人理 這個 好可憐喔 他自己墊了一千三耶 所以你看嘛 很多耶 什麼財政紀律啊 什麼國家治理啊 什麼菁英啊 知識白啊 這些處理到現在也亂七八糟嘛 接下來再來看 戴麗玲 就是過去幾天一直被說是三悠悠 你要的負責人 現在告訴大家 不要再叫我三悠悠 為什麼呢 他們是朋友反目嗎 因為他們說他只是公司客戶而已 至少到這個 我相信他現在應該不是三悠悠 為什麼呢 因為要不是他 跳出來說我們沒收到這條五百萬 搞不好這整件事情還不會爆耶 嗯 就是 它是一個關鍵 就是政治獻金的支出 一般我們之前在質疑 我還記得上次我來錄影的時候畫了一張關係圖 結果好多科粉好生氣喔 跑來罵我 啊你怎麼這樣 結果在這個戴麗玲出來說 我真的錢沒收到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反應了 KP秀演唱會合約曝光 這個戴麗玲的尼奧公司負責的工作人員18項 只包了314萬 最後結餘還有77萬 欸到哪裡去了 到木可公司去 對 到木可公司去 這什麼意思 來 8800的門票 嗯 8800的門票 他們說賣完 那收入多少 你自己承就承得出來 對 但是 辦KP秀只花314萬啊 對 所以有賺錢啊 有 賺了的錢照理來講 照理來講應該是 柯正銀要進到政治現金賬戶 登記為政治現金 還要開收據 可是他們現在的說法是 沒有那個就單純的商業活動 我沒有要當競選的募款 各位觀眾 之前柯文哲被人家說 你怎麼8800跟Blackpink一樣貴的時候 他不是說 沒有啦 那個是募款啊 怎麼現在又變商業活動 對不對 這是薛丁格的募款活動 在箱子打開之前 你不會知道到底是商業活動 還是募款活動 而最後的結餘是 竟然變成募可公司的錢 所以這間募可公司是什麼 我現在合理的質疑他 是不是柯文哲的個人資金 自由運用中心 很有可能是 那如果是的話 一個主打清廉的政黨當主席 可以有這樣子一個 盈利事業作為他 黨營事業 個人的這個質疑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昨天就是結束營業了 然後是由民眾黨幫募可來宣布說 我們就來清算 我們就結束營業 我跟你講 黨來決定的 就算以前真有黨營事業 國民黨都還沒辦法 這麼明目張膽 因為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它裡面的這些管理 還要透過黨的決策機制 那些中常或什麼的在管理 可是這個募可公司 它是不是 它到底都聽誰的 是不是聽柯文哲一個人的 是不是他一個人專屬的一個小金庫 怪不得之前他會說 如果要高鴻安要貪 不會只貪46萬 原來不是說高鴻安沒有小金庫 而是如果有小金庫的話 這金庫太小了 這個我覺得到這個端木正 戴利林一個一個都出來說 代表受害者已經不忍了 盧錫斯的端木正我覺得他很衰 為什麼很衰 因為他先前享受了柯文哲提名 他當台北富邦金庫獨董的榮華富貴 但是現在就要被甩鍋甩到 會計師執照可能要飛走了 而且他們吃定什麼 他們吃定會計師 沒事不能夠出來 洩漏客戶委託的機密資訊 有些師是這樣子 醫師律師會計師都不能 洩漏客戶委託人的機密 所以有時候經常悶滾挨打 那這個像柯文哲這種少數 嘴巴很大 不顧職業倫理的醫師是少數 但是端木正他現在就是不能上媒體 跟柯文哲互噴 因為他有客戶的特權 會要求他說不能夠去講這些事情 所以他現在成為民眾黨的背鍋俠 這個戴麗玲也是不能的 我認為我判斷 過幾天還會有不願意再背鍋的人 繼續再出來 那就更好看了有沒有 感謝阿淼的解說 會不會再有其他的背鍋俠呢 因為按照鏡週刊說 其實有四家公司 所以那第四階到底是哪一階啊 我們大家也要追下去